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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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一些小小的活动 请在密切注意我们的节目 以及Facebook IG等社群平台咯 那接下来来讲讲今天的故事 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 想先问问大家喜不喜欢下雨呢 下雨时你都在做些什么事呢 是躲在家里找事情打发时间 或者你会穿着雨衣 或是撑着雨伞在雨中散步呢 今天的小河童日记 小河童被雨困住了好几天 看看她都做些什么事吧 欢迎来到小河童日记 今天的日记是 10月23日 地板都要长出香菇了 看着窗外黑妈妈的乌云 以及不断打在窗子上的雨水 唉 这场雨 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一开始几天 我和同学们穿着雨衣 在雨中散步 当时还觉得下雨真好玩啊 但是随着雨越下越多天 就连周末都不断地下着雨 真的觉得 唉 真讨厌 如果没有下雨 我现在 应该就在森林里冒险 或是 跟朋友一起玩着 踩落叶的游戏 甚至啊 还有可能 去市中心玩耍哦 但现在 我只能在家里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 为了打发时间 我先是 拿出了我的玩具箱 将所有玩具都拿出来 玩了一遍 接着 接着 将一只没有看完的小说 看完 我只能说 这场雨 这场雨 当然是还没有结束啊 所以 我走到房间 打算再找点什么事情做 哎哟 我滑了一跤 地板怎么那么湿啊 哦 原来是因为我刚刚拖地 但通常过了这么久 地板应该早就干了才对啊 哎但因为下雨 整个家都变得很潮湿 所以地板才迟迟无法干 就在这时 我又听到了 嗯是从哪里传来的呢 我找了好久 才发现 是厨房 哎 地板怎么有一滩水啊 哎哟 原来是屋顶漏水了 没办法 只能等天气晴朗 再请妈妈修理了 我只能先拿出一个锅子 接住这些漏水 哎 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放晴呢 我开启收音机 打算来听听天气预报 希望能得到好消息 结果只得到了市中心 因为连组 因为连续好几天 因为连续好几天 雨势太大 而淹水的消息 以及大雨会持续降下的坏消息 哎 算了 想要得到好天气 只能靠我自己了 我走到房间 拿出家里最大张的图画纸 并且拿出我的蜡笔 我打算在纸上画出 最大最大最大的大太阳 并且将它贴在墙壁上 假装现在是晴天 嗯 虽然我画的太阳 跟真正的太阳不太相同 但我觉得 我的太阳很有特色 也很可爱啊 看着墙上的太阳 我觉得 好像感受到了些温暖 外面的大雨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也一点都不重要 这时 原本一直在睡觉的妈妈 终于起床了 她揉着眼睛 看着我贴在墙上的太阳说 哇 这是你刚刚画的吗 真是颗可爱的荷包蛋啊 听完今天的故事后 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 你在下雨天时 都做些什么活动哦 好啦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小河童 欢迎到各大网络书店购买 小河童成长系列绘本 也可以购买电子书的版本哦 最后 非常欢迎大家 用一杯咖啡的钱 支持村庄发展 又或是定期定额 赞助我们 成为PocaPoca村的一份子哦 那么 Poca村长的故事时间 我们下周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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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助我们